有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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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這麼多人的受傷 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所以真的很對不起 那因為他心情不好 那父親就是為了要開導他 讓他走出這個所謂的 過去的一些不幸的一些相關事件 所以才會開設了所謂的八仙樂園 而且讓這個女兒去營運 八仙樂園會全力配合 新北市政府檢警單位 一切的調查 你目前還是很深奮嗎 不要飛機 八仙城報後 一直對亂回應的 都是這位總經理陳惠穎 雖然是實際經營者 卻不是幕後整整老闆 第八天了 八仙樂園的負責人 陳柏廷先生 到現在 不知道人在哪裡 對於所有受傷的家屬 然後受傷的人跟家屬 致上最大的抱歉 原來他就是八仙董事長陳柏廷 第一時間遲時沒現身 直到被約談才終於露面 跟總經理陳惠穎先後致歉 但仔細看 兩人眉宇間 怎麼有幾分審刺 大部分也就是屬他弟弟 這個弟弟 他們去做一個董事長 原來他們是姐弟 來自市區新北市五谷的大家族 萬海成家 事實上這個萬海成家 可以說是台灣的隱形富豪之一 像這個航運三雄中間之一的萬海 萬海海運 就是一個他們成家主要的事業體 另外他們在士林有一個士林職場 他們還有跨入所謂的產險的領域 他也跨入非常多科技業 譬如說像我們熟知的這個最大的LED公司 2448的金店 2008年的富豪市就 曾經把萬海他們這個家族 他評為台灣第29名的富豪 那他的總市值應該是超過1000億以上 任何一個企業的成功 都是跟無數的人的互動 那其實他們現在是已經到第三代了 到底成家的實力怎麼樣 你應該從地保的戶數就可以知道 之前的這個實價登入媒體 就來到298萬 畢竟300萬 就目前這個地保曝光的名單中 其實最多戶的就是衛家 就是這個頂心的衛家 其實萬海成家在裡面也有五戶 2008年王永靖慈世 就是陳志遠代表主席 來來 跟王老先生致敬 非常 他是第二代 他是我長輩 長輩的長輩 他一個人就買了四戶 那這個四戶呢 二樓的兩戶打通 三樓的兩戶打通 然後二樓跟三樓之間 又各做了一個迴旋的樓梯上去 等於一個人住四戶七百天 陳家雄厚的資產實力 全靠第一代的白收起家 陳永他有生了四個兒子 四個兒子的話 老大是因為身體不好 他比較早就離開 那包括老二的陳操船 我們看陳操船那時候 就是跟阿扁的關係 變成那時候的綠巢的國策顧問 一層捲入桃色風波 我那是害怕到幾點 X小姐說的話是真的嗎 沒有 沒有這位 沒有這位 最後檢警調查 兩人其實是男女朋友 還給陳操船清白 但第二代接班人的感情世界 因此受到關注 陳操船他是娶了三房 生了五個女兒 五個都是女兒 所以聽說那時候有找 算命的算 說他一輩子沒有兒子的命 既然沒有生兒子的命 那陳柏廷打打來 希望馬上好了 另一個爸爸是他 陳操船 也就是陳操船的弟弟 陳操船已經有兩個男孩了 他的太太又懷孕了 那陳勇就講說 那如果這個生下來男的話 那乾脆就給 過去給這個老二 這個陳操船去當兒子 所以後來就生下了一個 又是男孩子 那從小很小的時候 就抱到那個陳家 陳操船家 過激的陳柏廷更順勢成了第三代接班人 一個萬海的股東會 那第三代浮出的檯面 就是第三代本來大部分都是當常務董事 那陳柏廷就參加了 那整個焦點都不在股東會 要在陳柏廷這個所謂的 鑽石單身漢的身上 什麼時候結婚 什麼時候結婚 第二天開始 我聽說萬海接到了一百多封 那種自己推薦的信 他希望他可以駕入豪門 但最後讓人跌破眼鏡的是 原來陳柏廷造就新有多數 根本不是半生犯 因為長久的相處與認識 知道他們的運輸特性 不好意思喔 謝謝 既然我不曉得 不好意思 面對媒體經常扮演省壞一哥 但其實萬海陳柏本來就低調 要不是2006年 哥哥的這件事情曝光 外界可能對陳柏還是很陌生 萬海少東陳志遠 送給總統夫人吳淑貞的 Tiffany鑽錶 在國務機要費案中 爆出吳淑貞拿去換鑽石 萬海少東還遭檢調約談 現身特徵組 下車時還刻意低頭 低調的不願意讓媒體拍攝到 但當時陳志遠的爸爸陳朝恨 也就是陳柏廷的身父 還出來替兒子喊冤 我們送的東西沒有價值 他不值錢 所以他拿去換 才變成我們有問題 我們是運氣最不好的一家 我聽說人家都送幾百萬 幾百萬的東西 我們送一點點 當時因為國務機要費案 讓萬海成家審平大造 一度被貼上情侶標籤 但在前總統馬英九的賞客上 也曾看見他的身影 因為之前大家好像跟總統那邊 也都交情很好 我跟他們交情更好啊 我們這些老大哥都說 徐善可啊 那今天來是聽馬先生嗎 沒有 聽我老大哥 前第一夫人周美琴 在參觀展覽時 陳志遠也跟在意他 覺得其實陳家這個 某種程度也投射出 台灣的政治人物 不是我們表面上說 他好像是親藍親綠 事實上他們這種大家族 都會想辦法是藍綠都往來 也避免說萬一政黨輪替之後 我的身家性命啊 財產會受到一些威脅 但如今威脅到他們的 卻是拔先城堡的後續處理 雖然姐弟倆 董事長陳柏廷總經理陳桂英 刑事部分不起訴 但由於被害人申請在意 目前發會是臨地檢署訊查中 老牌集團如何洗刷陰霾 考驗著第三代的家族智慧